对周深了解的人,普遍认同一个观点,那就是他的名声逐渐增长,他本人也变得越来越可爱,再过去,我们对周深的看法总是将他定位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歌手,他那纯净而清晰的声音,仿佛来自高天之上的美妙旋律,使他在演艺界成为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天赋异禀的歌手。 然而,周深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昵称,被人们亲切地叫做沙雕之王,这一别具一格的成为,是由广大网友通过投票选出的,周深甚至收到了来自某宝的邀请,想让他入职首席沙雕鉴赏官的职位,究竟是怎样的水准,才能获得这等称号呢?这一切得从稍官我开始说起,因为周深有着些许纠结的性格,所以他长期未更换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,这一行为激起了粉丝们的连番呼吁,他们不断敦促他更新头像, 周深秉承着重粉第一的原则,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粉丝的要求换了一个带字的新头像,结果却被粉丝嫌弃字体太小,周深立即对图像进行了调整,然而,改动后的版本仍未能赢得粉丝的喜爱,他们认为黑白配色的文字带有不祥之意,经过一番思考,周深决定尝试一种幽默风格的头像设计,不过,该设计因包含潜在的风险动作,而遭到粉丝的反驳,尽管他试图通过在图片上附加说明文字来解释, 这一努力最终并未被接受,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是这张图,此后有个主持人寻击此事时,周深还抱怨做人好男,并真切地向电视前的粉丝们发出了,咆哮道, 当我们在视频里听到女主持人的笑音,便可想见周深在喊叫时投入了多少力气,正是那一刻,他彻底出圈了,随后更加毫无顾忌,借助一张爱对人的嘴,周深轻松占据了沙雕宝座,就连央视名嘴撒贝宁遇上周深时,都会被他气得够呛,想必撒贝宁认识周深后,最后悔的应该就是让周深夸自己吧, 沙贝宁称别人夸自己相貌是个反讽,建议周深换个角度,结果周深机智地转弯,来了一句,那我就夸您的自知之明吧,此言一出,大家都要笑疯了,沙贝宁差点当场昏厥,夸人还不忘对人,深深子真有你的。 在青春环游记里,周深更是将对人发挥到了极致,导演、嘉宾一个都不放过,玩接歌游戏的时候,需要唱到关于海的歌曲,这时候周深唱了一首《海鸥》,海鸥我们的朋友,在周深万分期待之下,导演吴童这时候竟然还问周边的工作人员, 这算不算,这时周深忍无可忍,直接就开始吐槽模式。 海鸥还不算,他都叫海鸥了,熊导演你做个人吧,周深大人,海鸥都跟海没关系了。 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,何炯问周深做歌手的时候,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,然后周深就讲了自己和那英之间的小误会,因为在参加好声音之前,他是不戴隐形眼镜的,所以平常走路也看不清旁边的人,以至于在走廊上碰见导师那英时,他都没有上前搭话。 为此,那英还很疑惑地去问周深,为什么在走廊上遇见区不理他,本来这件事就是个小误会。 可谁知,周深却开始了模仿秀,学那英说话的语气,引来了众多嘉宾的目光,发觉不对后立马改口,反应速度非常之快。 除此之外,在私下与粉丝互动的场合中,周深展现了他的直快个性,通常情况下,明星在收到粉丝手写信件时会感慨万分。 然而周深却有些不同,他直言由于信件篇幅过长而难以阅读,因此建议粉丝今后能够简短些,这种直接的反馈,不知道会不会让那些花时间书写长信的粉丝有些失落。 这样说话,直接的风格,并非周深首次展现,记得之前有粉丝在演唱会上高喊,周深,娶我,周深也是毫不留情地回对。 这种独特的回答方式,恐怕就算是过路人看到也会感叹一声独特,不过也难免会引起这样的情况。 只想说,做周深的粉丝是绝对不能有玻璃心的,不然小心灵太脆弱会被深深子欺负的,不过再强的人也会有克星,而周深的克星就是贾玲,在王牌的结歌环节中,贾玲直接唱了一句, 我想要有个家,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,一句话唱完就在贾玲走下舞台的时候,周深直接一句,老师,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,这个暗示贾玲太胖的行为,直接让全场爆笑,不过不管怎么说,周深也是贾玲的晚辈,下一秒,周深就直接认怂了,贾玲听到后,便拿周深的身材出来回对,彼此互相攻击,周深都被灵姐对得哑口无言。 我想要有个家,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,老师,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,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,对不起,那个跟你住,那个不用太大了。 只能说,灵姐这么多年的喜剧一姐可不是白当的,而周深显然在生活阅历上还显得有些年轻,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,周深并不仅仅是个音乐天才,他的有趣灵魂往往容易吸引更多的粉丝,为此还有网友表示, 如果周深做杠精的话,网络上的喷子都会失业,不过别看周深求生欲如此之强,他还是管不住他那张小嘴啊。 虽然一直觉得自己应该谨言慎行,但每次都做到了无效控制,永远都是嘴巴在前面说,脑子在后面追,周深就是属于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, 越挖掘越多闪光点的宝藏男孩,除了他的天籁之声,他的有趣灵魂你get到了吗?反正我get到了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,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